日式料理一直是最受台湾人喜爱的餐饮类型 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品尝这一家大排长龙的店家 看看他们如何靠着这串炸、拉面和汤咖喱三样正殿之宝 搭配出颠覆味蕾一秒不差美味绝佳的食益新浪潮 将北海道汤咖喱与大阪串炸结合 这独创的新吃法其实是研发团队在日本旅游时 北海道汤咖喱的美味让他们久久无法忘怀 回台后开始研发汤咖喱 误打误撞的发现炸物与汤咖喱间的绝妙搭配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么好吃风味特别的东西 为什么一定出国才吃得到呢 那加上集团本身我们的优势在于汤头的研发 所以我们当下就有决定回来之后呢 翻上桌咖喱香氛就浓郁扑鼻 融合表皮酥脆金黄内馅厚实的炸物清爽不油腻 让美味度瞬间破表 香Q扎实的手工面条与汤头相辅相成 配合贴心设计的三种品味法给消费者丰富的味觉享宴 在炸物的部分你可以单独吃 你也可以蒜汤吃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随意蒜 去开发我们独家的一个炸物粉 让炸物在蒜汤的同时还能够保持它香脆的口感 那原味汤咖喱它除了喝起来呢 会有咖喱的香气之外 它还喝得到洋葱的一个清甜味 那吃让它咖喱呢 它里面有多样的辣椒去做不同风味的搭配 所以喝起来是又麻又辣特别迷人的 拉面还蛮Q的 然后那个汤也蛮浓的 还不错 蛮香的 第一次吃没有沾那个咖喱 然后跟又沾咖喱的感觉很不一样 本来觉得那个炸粉可能会烂烂的 就没想到吃起来不会 那个口味都还不错 很好吃 非常的好吃 尤其是小孩最喜欢吃那个咖喱的 对 很特别啦 第一次吃到拉面有咖喱风味的 炸物然后配那个汤汁 我在外面没有吃过 而且环境还蛮干净的 吃起来很舒服 为了让消费者在地就能吃到好拉面 无论是原物料的挑选与口味的搭配 都经过长久的研发并持续创新 就连店内装潢也别具巧思 以评价策略打入竞争的主食市场 利用产品组合优势 成功吸引不同消费族群 其实日式餐饮的这个文化消费是一直升值在台湾人心里面 其实在整个台湾餐饮市场上面 日式料理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团队一直在做的就是锁定趋势 而且对产品是不断的持续开发跟创新 锁定一个平价拉面的市场 打造一个清新明亮的新的休闲的空间 用餐的环境 让消费者他不用花大钱 特别跑到百货公司美食街 他可以在街头巷尾 在住家的附近 就可以吃到高贵不贵的串扎拉面跟糖咖喱 在广泛的拉面市场 以创新吃法成功走出品牌定位 在去年九月开放加盟后 就受到广大的回响 专业的连锁加盟顾问团队 与丰富的展店经验 让加盟者在完善的辅导下 找到稳定发展的事业 让没有餐饮从业经验的创业者 也能安心跨入餐饮事业的领域 装潢工程的部分 会有我们的装潢厂商 他会到现场做丈量 包含运动线的设计规划 还有整个身材设备的采买跟设置 他回到门市端 会有我们第二阶段的一个 住店训练跟辅导 会有一个专责的督导 来负责作为总部和门市 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开始就是我们决定加盟之后 然后就带着我的团队伙伴 上去台北受训 他们很有效率 然后也很有制度流程 把我们带到一个 比较不同专业的餐饮的领域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平台 成功创业的平台 让有心想要加盟的人 可以藉由我们开发 有优势竞争力的产品 来帮助他完成创业的梦想 将日式文化结合 在台研发的创新吃法 让来到店里的每一位客人 都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离开 与友谊创业的伙伴 一同创下台湾平价 拉面市场的心理成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